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美股的三大指数今天是重挫 盘中时间段的下跌非常凶猛 可以说今天是从早跌到晚 早上开盘以后 轻轻的往上抬了一点点头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下降通道 这个通道的向上沿边 一路压到今天的尾盘 整个日内都没有一个碰触VWAP 这个日内平均价值的状态 甚至说连200周期均线都没有碰过 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行情 那UVXY和WIX指数双双大涨 在今天市场是出现了恐慌 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盘中时间段的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边可能是很紧张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市场下跌的一个隐忧了 早盘的时候就不是很强势 盘中时间段再给你往下压一下 这些市场的就是这些消息只是 美股借力回调的一个起因而已 绝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通胀太高 导致美联储的加息要加速 也就是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布拉德的讲话 证明了市场目前为止 对于通胀的担忧 很有可能会直接加息50个基点 这才是市场下跌的主要的原因 否则我们看了往年什么伊拉克也好 阿富汗也好 美国是越是战争时期越是输出 越能让这个美国的经济去走强 因为他会往外卖很多很多的产品 也是一个输出通胀的一个方法 输出经济不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和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只是一个契机 绝对不是市场下跌的主要的原因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的话 反而是buy the dip的机会 好 那么这个大盘的下跌 它除了 这是盘中时间的信息 但是下跌是从昨天就开始了 这个我们已经在前一段时间 和大家讲过这个市场的风险性了 你不要因为这个市场前两天的上涨 感觉是非常的乐观 两天直接抹掉 就是过去差不多能有一个周的 震荡的行情 两天全部给抹掉了 市场是非常弱势的 整个的这个图形上来看 很薄弱 表现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下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以这个很熟悉的NVDA的日前图来看 标准的一个下降群现 非常的弱势 所以你这个形态 没有去向上突破以前的话 怎么还敢较多 这个市场现在还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在提醒这个风险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了 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中文投资网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频道里面 我们也是和会员们多次强调 早晨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发 今天2月11号嘛 早上9点西部 东部时间的9点 这是东部时间 西部时间也就是咱们开盘之后的 6点51 我们就开始发了 Tesla的这个局部已经是跌破的趋势了 不太稳妥 然后呢 苹果是局部的这个支撑跌破了 市场也会很弱的 后来呢 我们就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开始觉得说 Tesla给了一个Tesla的这个预期的形态 说Tesla很可能是这个造型 我们会看到这个往下跌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盘中后期这个市场 开始向下走弱的时候 Tesla可以说是一路下错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造型 只是我们早盘期待的这个图 比我们画的那个斜率呢 还要猛一点 然后多次提醒注意点风险 大盘是非常非常的落实 3355是第一个支撑 然后再往下跌破的话 就是360 这是我们今天早盘 对于这个大盘的几个点位 关键的点位 它接连跌破 所以直接就开始直接的往下 就开始往下砸了 所以我们在早盘开盘不久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进场参与了这个空投 我们首先是指引了昨天赌业绩的这个Zilla 然后呢就进场了这个UVXY的仓位 然后UVXY不够 因为担心它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损耗 你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同时还是叠加了SQQ的这个正股和期权 同时呢还买了Facebook的看跌期权 再加上之前我们一直持有的一些UVXY的仓位 以及苹果的铺子 所以我们这个市场在这一轮下接的过程当中 还是很不错的 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把今天日内做空的所有的仓位全部清仓 所以今天日内的都了结了 Facebook还是留下来了 Facebook的做空仓 因为呢这个就跟到期日有关系了 Facebook我们买到4月份到期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做日内的这些短线上 都是下个周到期的 到期日很近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卖掉了到期日近的期权 留下了到期日远的期权 这也是给市场在来回的周转 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比如说这个QQQ NQ吧 七指 这个NQ的七指的这个平台呢 很有可能啊 它会先出现一个反抽 完了再下杀 那这个反抽有可能是发现 是正在隔一的期货盘 所以这一轮的下跌 如果大家在好好听我们节目的话 你是会避免到的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的扫我们的微信 拆机在F168或者是电话 8009588561 另外呢这个周星期天 我们将会有一个三人的公开直播 在美股七指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直播 我们会直播的时候 看有没有交易机会 是不是能参与到一个市场 在NQ级别上面的一个反抽 向上的一个轻轻的反抽 然后再去下杀 这个是周日的时候 西部时间三点 东部时间的六点 欢迎大家和我们的直播间一起 大家可以去扫二维码 或者是加微信 拆机在F168 打电话8009588561 去锁定周日的这个讲座直播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